我们先复习一下上礼拜的东西 第一个,你会不会旋转这个世界的角度 OK,像这样 OK,这应该要会,对不对 第二个,你会不会用快捷键移动这些物体 第一个是G,OK,是移动 第二个是旋转R旋转 第三个是缩放S OK,S缩放 OK,所以G,S,R这三个快捷键一定要记住 那你移动旋转缩放这三个快捷键 请你务必要会 Ctrl-Z可以恢复到上一步 所以我现在恢复到比较初始的状态 那刚刚所示范的是整个移动旋转和缩放 但是有部分移动旋转缩放 那第一个移动是按这个轴 比如说红色的是横的移动 蓝色的是直的移动,绿色的是前后移动 OK,好,那这个是按轴线的移动 第二个是按轴线的缩放 比如说按这个轴它可以缩放 按这个轴它可以缩放 按这个轴它也可以缩放 OK,好,这个是请注意要点这里 点这个Scale Manipulate Mode 就是缩放模式 第三个是旋转模式 你要按这个旋转 按这个绿色的轴旋转 还有按蓝色的轴旋转 OK,好,那这个是按轴线的平移缩放 按旋转,这个要会 那这个是上礼拜已经教过的 那上礼拜还教了什么呢 我先把这一个方块直接删掉好了 你按X键或者是按Delete键 它都会跑出这个画面 问你要不要Delete删除 好,这时候你就把它删掉 它就没了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动作是 你按这个Add Mesh 这时候你可以加一些新的东西 譬如说加一颗球 OK,这个球当然我也可以把它按G移动 那请注意这里有个3D游标 它加的位置是加在3D游标 所以如果3D游标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我加这时候加比如说控 这个控是追 OK,那我把它缩小一点 再放到旁边 OK,好,同样的你也可以加 比如说这个Torus Torus是甜甜圈 那我不想加在那里 我想跟它分开一点 那我加Torus 甜甜圈 OK,那这里容易小一点 好,接下来呢 各位在加的时候不一定一直要按这个功能表 有个快捷键叫做Shift A 你直接按上去它会有浮现式功能表 好,这时候我加个猴子头 好,那这个猴子头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猴子 你把它转过来 这时候才会比较像猴子 OK,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上礼拜所教的东西大致上都复习完了 那上礼拜没来的同学现在也趁机练习一下 那待会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木偶人 用的就是这些技巧 所以请你现在先熟悉一下 这些平移旋转缩放的技巧 稍微花个五分钟再熟悉一下 好吗,OK 好